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7月8号星期六的大台中新闻 来关心地方建设 流经大理雾峰的曹胡锡 在地方争取下 是否是赤姿在大理营连一桥到美群桥间 兴建提顶自行车道 不但人车分道 还有景观灯 修气座椅等设施 8号这天正式启用 市长林佳龙也特地前来体验 并且当场承诺 会加速美群桥下游到草湖桥间的 提顶自行车道兴建 串联临近的景点带动地方观光 唐市长林佳龙与地方相亲 一同走在完工的美群自行车道 人车分道的设计 还有景观灯 修气座椅等设施 让林佳龙相当赞赏 最幸福的画面就是看到 我们看到阿公阿嬷 带着孙子来这边骑自行车散步 周边的学校放学的时候 也很多的学生能够来这边走走 看到这些乡亲 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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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些运动 休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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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非常理想 今天我也真的来看 头上 头上 头上也在这儿走 所以我们的用心 整个设计 在这些乡亲的运动 这自行车道是从一连一桥到美群桥间 全长约1.5公里 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民众散步休气的热门场所 地方也将它命名为湖美步道 看到这条新秘境如此受到欢迎 市长林佳龙也当场允诺 会尽速延伸到美群桥下游 到草湖桥间的提顶自行车道 以回应地方的期待 接下来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图层里的这两公里部分 刚刚市长也承诺要来同步来进行 希望说我们不只是把这一段路给把它连接起来 我们要把我们的乌溪也连接起来 让大台中一个这个环线的脚踏车步道 都能够在我们的任内完成 现在就剩下我们从美群桥 接到草谷桥那一段如果做好了以后 就整个南北向接我们这边的东西向串联起来这样子 那刚刚市长也有讲到说 这个经费要奔在本预算里头 和要向前任计划来申请 美群桥自行车道为台中市增加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未来市府也会在周边环境进行更多的绿美化 并串联干西自行车道以及三线的自行车道 连接附近的特色景点带动地方观光 接下来说台中采访报道